现在许中卫以收封箱的真实义相当关心收封箱因地震受众的情况 并且前往收封箱与收在户说明状况 协助办理相关建物修复或是拆除 让商机能够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 请所有权人洽询营造业者与建筑师决定先行修复 修复完成之后将单据给建设处申请补助 宏丹部分透过建筑师结构技师先行评估确认 再透过营造业者进行补强 若无法补强者则需要尽速拆除 今天下午是县长及收封箱厂长 他非常关心我们收封箱有几栋建筑物 因为地震所造成的红丹跟黄丹建筑物的现况 所以县长以及厂长以及我们建设处到县长去 跟相关的受灾户的屋主说明建物的状况 以及为何张贴红黄丹的原因 以及后续相关的修缮的补助 以及修缮的方式 希望建筑物的屋主能够紧速地办理相关建物的修复 让建筑物可以安全地使用 这些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拆迁补助的部分 那针对黄丹建物的修缮 我们会请建筑物所有权人洽营造厂以及建筑师确认它的修复方式之后 先行修复 修复完成之后减据相关的单序来向我们建设处来申请修缮补助 那黄丹的部分呢 那黄丹的部分它是必须透过相关的结构技师还有建筑师 就它的补偿方式做一个评估 那评估的计划确认之后呢 它一样要透过这个营造厂就建筑物的主要结构 进行补偿的部分进行补偿的工程 那如果有的黄丹它如果无法做补偿 那它必须完成拆除之后才能就黄丹的部分来解除列管 收债户住宅补贴现有方案包括了住金补贴 以户籍或是实际居住人口 计算最高八口以上每个月1.8万元 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提高到350万元 以及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提高到150万元 受债户租屋协助方案有限付调查需求 提供民众自行通过仲介租人业者租房 或是接受短期的安置措施 记得终于收藏的报道